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范围相当的广 它里面最主要的当然是一些文学家 乔首 莎士比亚 曾奥斯丁 余果 马可吐温 埃略特 这些都是第一流的文学大师 我看了这本书 我觉得它写乔首就让我觉得我应该去找那一个什么故事集来看一下 什么故事集啊 什么故事集啊 坎特伯里故事集 我看了莎士比亚我就觉得我应该去找亨利四世来读一下 他除了这些文学家之外 他还有讲印刷的杜勒 我不知道这个人 巴赫当然知道 另外他还讲了一些话禅的大师 比如像透纳 比如像一个日本人 葛世北斋 讲了一位哥德式建筑的著名的建筑师 叫做普京 另外还有地帆内早餐的那个地帆内 地帆内大家不太熟 叫做什么 Tiffany就知道了 对不对 Tiffany是卖什么的 卖珠宝的 对不对 这里他也讲到了Tiffany 另外还有讲到一位服装设计师 非常有名的 叫做巴伦夏 我不知道 另外一位 我好像知道他 这个人叫迪奥 大家知道吧 Christine Dio 是不是 另外还有皮卡索 跟迪士尼 返回非常的广 我觉得写的 很提供我们读者一些 应该知道的讯息 当然对专家来讲也许是浅了一点 但是对我们这些一般人来说 我觉得写得不错 他自己怎么说呢 他说我们看他有个导演的最后一段话语 选一部分来念 他说乘坐勇气有多种类型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Emily Dickinson 那种文静 退缩 沉默 有毫无怨言的勇气 他不断创作诗篇 终于阶级成一批 辉煌作品 其间 无私好鼓励 指引 也没有公众回应 因为他生前 只有六首短诗 发表 而且还是违背他的意愿公开的 他基本上都是于事隔绝的独立创作 他是一位勇敢的女士 艾蜜丽 低金生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 他说我的老朋友 伍利切特 圣年史是顶尖的书品家 也是一位天才的短篇小说家 他八十几岁时曾经对我说 每天上午在坐落于普林罗斯丘的住宅 用完早餐 都毫无例外地必须拖着身体 一边呻吟 一边抗议 一步一步爬上漫长的楼梯 前往顶楼的书房 展开他 中年不变的定额工作 反正这样持续到了九十多岁 另一位老友 小说家和剧作家 福利斯特利 也曾经对我说 每天早上在书桌前就做 再次开始爬盒子之前 他是如何的采用种种小记册 比如说情节烟斗 削铅笔 重新安排纸张和工具 设法延迟那令人畏惧 却是所难免的一刻 那一刻干什么 要开始写了 要开始工作了 觉得那一刻的到来 好辛苦 尽量想拖 尽量想延 到了最后那一刻 终究不能避免 所有创作都是了不起的财势 而且发挥最高财气 从事创作的人 不论生活的如何艰困 都享有特殊恩典 这也是种有趣的生活 充满种种独特纯面和稀有的满足感受 这就是本书想要传达的讯息 好 我们在后面再念两个人 就是他作为篇章的代表的两个人物 一个是毕卡索 一个是迪士尼 他说毕卡索的影响也是浩瀚无批 因为他把具象艺术 组源界限完全废弃 并以时尚艺术取代大班 他让安迪沃和 这个人我们好像最近看到他了 安迪沃和得以创出精彩的名言 艺术是你可以心存侥幸的领域 到了21世纪开端 艺术家或许该说是经营艺术的一台人士 对万事万象都心存侥幸 既然毕卡索和迪士尼都产生这样深远的影响 那么我们有必要设法断定 哪位更伟大影响力更持久吗 有 而且有两项理由 第一项理由是 毕卡索艺术的精髓是离弃自然 进入他内心世界 迪士尼的艺术的精髓 可是强化转变自然 以动画重新描绘 从而为大自然注入超现实元素 因此当我们权衡 哪一位的影响更为深远 便等于在宣读判决来裁定 自然的力量或是自然的弱点 好 我们看他的判决 开创艺术能不能够流行 还有作品发挥的影响能不能够延续 最终要取决于品质和魅力 以及作品引发的喜悦和激情 同时也取决于大众的选择 毕卡索一心一意 违抗自然 潜行自己的内在世界 迪士尼则与自然谐心合作 为自然塑造风格 赋予人性 并注入超现实元素 不过终究是为自然锦上添花 因此他的理念 才会在二十一世纪早期 塑造出这么多威力强大的 隔旧顶心之词 充实了全世界的视觉词汇 而且还会持续的隐性 隐现光辉 至于毕卡索的理念 尽管二十世纪大半时期 都展现强大力量 然而随着具象艺术 重获青来 却必然要逐渐雕尾 并显得过失 大自然终究是世上最强大的力量 我们好像聆听到他的判决了 他的判决里面 他对那一个极其邪恶的 毕卡索是判以重刑的 因为他重罪 那么这里面怎么说 怎么说这个人非常邪恶 但是这个人的创作又非常的厉害 有兴趣的话 请读这本书 我觉得是一本很值得我们读的书 这个作者以前写过一本书 叫做intellectuals 知识分子 对于知识分子是进行了一些稍微严厉的批判 这本书英文的大家可以看到 叫做creators 他说他还要写一本书 叫做heroes 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但是这本不是历史书 所以还是可以在我们的推荐范围之内 今天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次上课 马上寒假就要到 所以我在想推荐几本 我以前推荐过的书 第一本我想问一下 一本非常非常小的小书 那却是全世界人都喜欢的小书 书信集 查令十字路84号 看过的同学请举手 怎么不好意思啊 查令十字路84号 非常小的一本书信集 可是大家非常喜欢 这个作者 也因为了他的这些书信 而从一个经济相当拮据的文字工作者 变成了可以收入丰厚的版税 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 一直想到英国去一趟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钱 后来他这本书出版之后 他当然非但去了伦敦 住了相当不错的旅馆 而且他还把整个的经过 再写成一本书 另外一本 我觉得是一本非常重要的 非常好的书 一个德国人的故事 看过的同学请举手 没看过 听说过的同学请举手 听说过 不少同学听说过 这本书我觉得非常好 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从新竹打开书 坐了车子到台北 就看看看 到台北干什么 去看一个新编的金剧 我坐在那个剧场里 我就觉得那个剧编得有够烂 我就一直想 我是应该继续坐下去呢 还是站起来回去看我这本书 后来总想 它会变好一点吧 它会变好一点吧 结果它越编越烂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本 非常好 而且非常重要的书 看了之后 我们可以知道很多东西 当然这个德国人 是一个在1933年 希特勒取得政权的时候 大家都欢心顾 而这个人 他是纯种的亚利安人 他的背景 他的各种的条件 都可以让他在当时 得到很好的工作 得到很大的发展 但是他觉得这个气氛 是不对的 这一些当真人的作为 是不能够忍受的 所以呢 再加上 他的太太是一个犹太人 所以呢 他就决定在1938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一年 离开德国 到伦敦去 他自己讲 他的一个回忆 另外 再介绍一本 昨日的世界 昨日的世界 有哪位看过 没有 有一位 好不好看 蛮好看的 非常好看 昨日的世界的作者 资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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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书翻译成的中文 他是德国人 翻译成中文 是德文作品中 仅次于 哥德的 哥德的作品 翻译成中文 最多 第二个就是 资威格 资威格 有个很有名的小说 叫 第一个陌生女子的男性 他是出生于 威尔纳的犹太人 出生在一个 很有钱的家庭 所以他见到了 很多 十九世纪 后期最重要的 这一批 作家 哲学家 艺术家 罗丹 尼尔克 罗曼 罗兰 等等这些人 1933年 希特勒 当政 他就被赶走 最后 他跟他的太太 到了巴西 在巴西一个旅馆里面 什么东西都没有 一碟稿子 一瓶墨水 一致壁 他就写下 这个作品的事情 写完了之后 就跟他太太两个人 孤独自杀 所以 这也是一本 很值得看的好书 我看了 今年开卷的 选出的十大好书 本土十大好书 十大翻译书 跟我推荐的 一本都没有重复 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现象 这个现象就表示说 现在好书 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 任何选择 都是有一些主观的立场 主观的观点 我选这些书 我有主观的观点 我觉得这些书很好 我看了好的 我才推荐给各位 那我相信 从另外一个观点 从另外一个角度 从另外一个立场 那么可以选一些 也是一样的好书 所以在今天这个世界里面 阅读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且好书有那么的多 可是整个世界的人都不阅读 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 一定要花一点时间 来多接触一些 这一些 可以说是人类最精彩的 一些思想 人类最精彩的 一些文明的产物 今天大家好像都来了 我们要不要点名 你说因为都来了才要点名 好 我们今天点个名 点名点是什么呢 就是点我们这个学期 介绍的哪些书 这个学期介绍哪些书 这个上面当然可以写 你如果不记得 不记得昨天介绍什么 前三个礼拜介绍什么 前礼拜介绍什么 你就写 有一本书 这本书要留到下学期 在介绍 因为我还没看完 才看了一百多页 这本书又很厚 要年五百页 可是你一翻后面 你就晓得不能不看他 为什么 因为他出版了不到一点 就刷了六十 很多人在 这本书叫什么 叫黑天鹅效应 哦 有没有听说过 有 看过没有 没有看过 黑天鹅效应里面有一句话 我觉得讲得挺好的 他说你不要看报纸 你也不要看电视 那是浪费时间 那报纸里面的东西 电视里面的东西 同知性太高了 那些记者都是 问来问去 问来问去 其中些都是全民的 如果你不看报纸 如果你不看电视 你每一天 等下一个小时看书 你就可以看很多书 一年下来 就可以看好几本书 十年下来 就可以看多少书 我觉得他的这个讲法很好 而且看书还有一点 看书会让你越看越深 越看越精彩 越看越有内容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不看书 你没有一个判别的能力 朋友介绍的书 非常好的书 太深了 你看不下去 但是你如果经常看书的话 你自己就会越看越深 越看越深 看深的书 对自己有很大的好处 所以看书绝对不能够停留在 什么不死学家 什么沉若西七十字数 不能停留在那一个层次里 好我们现在就 接着上次的地方 我们上次说 杨户建议出兵 平无一统天下 杨户死了 朝廷还是没有动静 后来王军上书 说他所造的船 如果再不使用 船子就要烂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 在杜玉跟张华的强力 建议 建武帝 拍板定案 所以突兵攻武 突兵攻武 当时是有两支力量 一支就是王军的楼船 另外一支是王魂 王魂的陆军 那么王魂的 陆上的大军 由北而南 王魂的水面的舰队呢 是沿江东下 王军楼船下一周 那么这个在我们的资料里面 都有写了刘玉璇的这一首诗 王军的船很快就攻到了石头城下 很快就攻进了健康城 那么这一段的事情经过中 有一件很小的事情 这件很小的事情 是任何的今天的历史书都不会记它 因为太小 但是我觉得 通剑记得它 而且我读一读 我很喜欢 所以呢 我就把这段资料 就列在我们的纲要里面 这一段呢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金军所至 未遇主力 直入金银 这段下面所录的 自治通剑 西元二百八十年的这一段文字 吴祖文王魂南相 使丞相张替 独丹阳太守 沈寅 副军师诸葛敬 率三万众渡江逆战 派三万军队去迎战 沈寅说 尽至水军于属久矣 逸至于此 且以续重力一带起来 于之一战 若幸而胜之 江西至清 经渡江 与近军战 不幸而拜 则大师去 我们早就知道 他们要准备了 所以等他们来 来的时候 我们给他打一招 说不定可以打胜 如果我们现在就出发 就迎击 一打败就完了 张提说 吴之将亡 于显所知 非今日 吴国要亡 白痴都知道 吴孔鼠兵至此 众心 还惧 不可服整 我怕 这个四川上面的这个 进军 演讲了下 到了我们城门口 大家都吓坏了 吉经渡江 有可决战 今天我去渡江 我去迎战 我还可以跟他们打一仗 若其败上 同死设计 独守护恨 打败了 跟朝廷 国家 同亡 没有什么遗憾 若子记 若如子记 恐 四重三进 坐待敌道 无一人实难者 不予辱服 像你这样子讲 等到李军来 来了之后 大家都跑掉了 没有一人死 太丢脸 古三显得住 如张提之言 无人致此 为己穷义 没有办法 然提之之皆 亦可怜也 然张提的这个 智节 为佛 孝使的这个智节 亦可怜 古人讲连 是爱的意思 无军大崩溃 将帅不能止 朱克敬帅 数百人顿去 赢张提 张提不肯去 朱克敬自己 来抓他 说 存亡自有大树 非情义人所知 奈何故自取使 国家王 把朝廷覆灭 没有办法 你不要一个人 还想支持 你就走吧 张提流着眼泪 说 今天是我的这一天 我为儿童死 我年纪小时候 为亲家丞相 所释放 亲家丞相是谁 他们家当过 丞相人是谁 就是朱格亮 朱格亮所释放 朱格亮说 这个小孩 很不错 将来一定有所作为 惨恐 不得其死 不明贤之故 我很怕 我没有做什么事情 我很怕 我死得 很平常 这样子 对不起 过去 赏识我 过去 勉励我的人 今以身 寻设计 符合道也 今天我就准备死了 那么 诸葛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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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三 要 拉他走 不为所动 所以 然后呢 这个事情已经 情况已经非常的 紧化了 诸葛亮走了之后 回头一看 张晋 以为 张提 以为 临所杀 这一段资料 我现在要问大家 这一段资料里面 你们都这段资料 你们觉得 这段资料里面 最重要的是 哪几个字 这段资料里面 能够 让我们 对于那个历史的了解 有很大帮助的 是哪几个字 我问了这个之后 还要再问一个问题 这段资料 你读了之后 觉得颇为感动的 又是哪几个字 有没有哪位同学 回答 我觉得 很重要的 是哪几个字 这个让我对于历史的了解 有一个 很清楚而深刻的印象 或者说 我读这一段 我觉得 有哪几个字 我觉得颇为感动 我觉得 我读了之后 我心里面 有一丝的 那种的 动人的力量 有没有哪位哪位 没有的话 我们就抽咯 抽签 抽签 看谁都讲 这是谁啊 材料系 9531145 林姓梁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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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不赞成的同学举手 你看大家都赞成 这个表示你就选对了 这是这句话 无知将亡 于显所知 费尽力 我们不过要亡 连白痴都知道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过要亡 连白痴都知道 是不是因为 这个边境太长 难以防守 是不是这样 还是说 国穷才尽 没有力量整顿武力 其实都不是 最主要原因就是 政治腐败 朝廷贪射 民生困苦 这个也是我们上次讲到 洋护 建议平 无出兵的重要理由 好 至于说 哪一段话最感动 我想 每个人的意见 可能都不太一样 我自己觉得 有两个地方 深为感动 有一个地方就是 如果 敌人 公 来了 我们全国人都跑掉了 没有一个人死难 好丢脸 我看到这一段 我有点感动 那谁要来负责这些责任呢 当然是 地位最高的人 地位最高的人是谁呢 就是宰相 对不对 所以张提说 我代表大家 我不能够让 我的朝廷 我的国家 让好人瞧不起 所以我不走 我觉得第二段感动 就是 亲家丞相 对的 我小的时候 见过 你们家 最了不起的人 诸葛亮 诸葛亮对我 讲了几句 勉励的 我一直记得 我没有把我做的事情 能够做得很好 那么 我也应该 在我的 最后的时刻 表现得 让诸葛亮 他的在天之灵 也觉得 他没有看守力 我觉得这段 也是把人感动 所以 这一段文字 没有讲什么大事 可是 他透露了一些 重要的讯息 同时 他也有一些 动人的地方 所以我就把它 录了下来 吴国灭了 天下统一 论功行赏 财人之功最大 贾聪之功最大 贾聪当时 他当真相 人家说 我们去评吴万 养护上书 他说 割下 然后他功最大 为什么他功最大 最简单的 这个跟 他的作为无关 那跟什么有关 跟他地位有关 跟他身份有关 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 王军当时 把楼船 一下子 到了石头城西 就跟王军说 你赶快啊 你赶快啊 王军说 你停下 你停下 王军说 我可以停下 但风不让我停下 风就把我们 就吹进了石头城 所以 这两个人争功 王军说 王军不接受 我的截至 私自 主张 私自 决定 创入石头城 创入健康 而且 进入无功 而且 决略了不少 无功的宝贝 所以他应该出访 那么朝廷上面 也觉得 王军居然这样子 因为王魂的 位置 在他之上 王魂 可以命令他 王军要接受 王魂的截至 王军不听命 这个已经不对了 居然还 抢了 无功的宝物 那更是最佳一等 那么 王军就 非常的生气 是我建议出兵的 是我第一个攻入的 是我把敌人降服的 怎么今天 我非但无功 而且还要受到惩罚呢 朝廷上面 全然一看 也不对劲啊 为什么 王魂 这样拖拖拉拉 他可以享有大功 而王军 极极有为 他要受到处罚 不公平啊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王军他自己 有个解释 他说 臣 我 孤根独立 我就是一个人 我在朝廷上面 没有党派 孤根独立 劫恨强中 这些 大士族 这些 有势力的人 对我都很讨厌 所以在这个情绪之下呢 我受到了 不公平的 阻止 一再的康告 结果 连皇帝都看不过去 所以皇帝就说 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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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审的结果 王军无过 但是功劳也不是顶大 顶大的是王魂 为什么 因为王军 孤根独立 王军不是大士族 所以 王军在这一次 平无的事件里面 就没有 能够 如他所愿 我是建立大功 我应该得到最多的奖势 有人就跟王军讲 你一再的吵 一再的去申树 一再的挂照 很不好看 提到平无这件事情 你就应该讲 此诸将之力 此诸将之功 士族之力 与老夫何有差 他都消赏 你这样子 大家都觉得 你很帅 你很消赏 你把功劳都给你 手下的将领 都给跟了你打仗的师弟 王军说 是啊 我也晓得 可是 那种话语 我就是讲不出口 那为什么讲不出口 为什么他懂得 懂得说应该讲 此诸将之功 士族之力 与老夫何有差 为什么他讲不出口 为什么 因为他欠缺一个 讲出这种漂亮话语的 这什么 这修养 王军是谁 我们已经见过他两次了 一次是在四川 造船 还有一次 就是他娶太太 记得不记得 徐淼 徐淼的女儿不肯结婚 都个二十岁了还不结婚 大家说二十岁不怎么样 我都已经二十多了 但是你现在 整个人不是这样 所以他说 这样好了 我把我手下的这些 跟我做事的人全部找 你看一个 你看上谁 我就叫他 徐淼 把他手下的 然后找他 他女儿 徐小姐就看上了王军 这个说明王军的出身 这个说明王军的北京 这个说明王军 他不是释迦大主 所以他吃亏了 所以他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 也所以他讲不出那种非常漂亮的 非常有害羊的话语 好 所以 西晋 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里面真正 主讲 一定就是 门法世俗里面的这些人 这些人 他们 都是有一个 门第的背景 另外 他们 也都是受过 非常严格的教理 我们看 翻过来 翻过来 我们录了一段 前幕 略论魏敌南北朝学 和文化与当地门第之关系 这段文字 我们先看一下 这段文字里面讲什么 他说 当时门第从头 共和理想 所希望与门第周人 上至贤富凶 下至家子地 不外 两大要目 依着希望其具有 校友之内型 依着希望其 能有精神 文集 学业之心愿 此两种希望 并合成为当时 当时相同之家教 前一项 只表现为家风 后一项 只表现为家学 当时门第中人 以至高标志 以示意于 寒门述处处 之几项 节目 内之如日常居家之风 以笔法 如对子女 德性与学 方面之教养 外之如著作与文艺上的表现 如交集应酬场中之谈吐 与情绪 当时门第中人 以及悠久之传统与 丰厚之处境 在此逐方面 却又使人难以弃击出 于是 门第随成 自成 以流品 门第中人之生活 以 确然自成 以风流 此种风流 则却乎非基于权威与财富 所能吸取而得 这种方法是什么意思 这种方法最主要的意思 就是这个门第里面 有家风 门第里面有家学 门第里面呈现出一种风流 门第里面 只有一种的风气 一种的修养 一种的意境 这个 不是靠他的权势 更不是靠他的财富 当然 这个跟权势 是有变样的关系 什么意思 九品官方法 并不是说 你家里是基品 你子弟就做几品的官 没那么简单的 大家想想看吧 品级越高 一品二品 位置越少 这么多的家族 要来挣这么少的位置 怎么办 那个时候又没有可去考试 怎么办 唯一的方法 就是训练自己家的子弟 这些子弟 把他的聪明 把他的智慧 全部给他逼出来 家里面有最聪明 最优秀 最潇洒 最漂亮 走出来 大家眼睛一亮的人 这一家就有了 真知上地位的保障 这一家就可以 再一次的掌握权 实际上面 他们是在尽善意的 他们是在互相的矫禁的 这个时候就是看 他们的子弟行不行 子弟帅不帅 子弟潇洒不潇洒 子弟的学问好不好 子弟的聪明才智高不高 那怎么办 只有一个方法 就在门第里面 严格的咬就 门第里面 严格的训练 这就是崔仙的一批人 这一批人 一方面来讲 非常精彩 非常漂亮 另外一方面来讲 这些人敢不敢 在朝廷里面 掌握权势 处理事情 然后来负 主要的责任 敢不敢 想想他 他就想想他 他敢不敢 他已经做了大官了 他已经手握大权了 他敢不敢来处理事情 他敢不敢 你说他不敢 那他为什么要当这个大官 他为什么要掌握这个权势 他为什么要那么样的努力 那么样的严格训练一下 出了头地 他出了头地 是为了他的家族 为了他的这个门第 他如果说 他如果说他来真正的处理事情的话 他就要为这个事情负责 而为这个事情负责 受到牵连的是什么 是他个人吗 是他个人吗 是他个人的话没事 是要跟他下台换一个 受到牵连的可能是谁 家族 所以他可以吗 可以来处事情吗 不行 不行的话 我们就说 这些人 都是非常聪明的人 这些人 都是收过很好的教养的人 这些人 都是非常漂亮的人物 他怎么过日子 所以他们也有 他们过日子的方法 这个方法 就是玩 所以我们这个问题说 王凯与石虫豆腐的 这类的故事 你听过没有 王凯一出门 打不满三十里 石虫说 我下次出门 打五十里 输了 输了之后 王凯是外加 跑去找皇帝 说能不能够支援一下 皇帝说 好 给你一样宝贝 让你拿去 让石虫开开眼 什么宝贝呢 珊瑚树一桌 王凯就把石虫 请来了 说让你开开眼 你看过这种宝贝吗 石虫拿起个铁如银 就把它打碎 说哦 这个可不是我的东西 这是皇上的东西 你要赔 赔不出来 你负责 石虫说 到我家去 你那个三四尺的珊瑚树 哎呀 那个让我看了 让我的眼睛受到委屈 你看我这打开 这个保险位 一打开一看 五六尺者七八珠 你那个三四尺算什么 五六尺者七八珠 随便拿一盆 要输了 这是豆腐 那中间还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石虫为什么这么有钱 石虫在广州做过官 石虫 石虫抢劫过来往于广州附近的商人 哎 广州的商人是干什么的 广州的商人可不是小商人 不是那个什么 饮车 饭匠之徒啊 广州的商人都是做国际贸易的 所以呢 他非常有钱 石虫很有钱 石虫就盖了一个大园子 叫做金谷园 金谷园是当时最漂亮的地方 金谷园里面的人物 都是当时社会上面的第一流的人物 最帅的 最漂亮的 最有才华的人 才能够到金谷园去做客 当然到金谷园做客 也要有一番的气势 不然你还觉得那个地方 你就是不敢去 为什么 比如说你要上厕所了 说哎 我内急 好带你去 他们一看 好漂亮的房子 几个美女站在那里 有人拿着毛巾 有人拿着香皂 有人拿着内衣 有人拿着内裤 说你要进去的话 请先洗一下 然后换个衣服再进去 这不是小姐的闺房吗 不是 这就是厕所 有人叫王敦 他进去了 然后他说 这个内衣内裤比自己都好 他不换 就出来了就走了 那些小姐讲 这家伙将来会做贼 所以你要到金谷园去 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金谷园里面 最受欢迎的人物 就是刘坤 为什么 当然第一个 长得非常帅 第二个 才华非常高 会写诗 写文之外 而且呢 还会音乐 所以是各方面都极有才华的人 这是刘谷 那么这个是释迦大主的这一批人 如果你不是释迦大主 你是能出生比较寒威的人 你没有资格到金谷园去做客 你没有钱来豆腐 没有钱来玩这种的游戏 有别的游戏好玩 那比如说 那用一个大巢 把酒通通倒在那个巢里 把一些猪都赶来 跟猪一起喝酒 然后传出去 大家就说 哦 这个很帅 很帅 一起喝酒 那我们想想也奇怪 对不对 跟猪一起喝酒 就怎么样 怎么样 你会吗 你有这个创意吗 对不对 人家是创意大师呢 对不对 还有一个人 他不穿衣服 人家说 你怎么不穿衣服 他说 我不穿衣服 我告诉你 天地就是我的屋 房子就是我的衣裤 你怎么时候跑到我的内裤里面来 哇 这也有床 对不对 所以 西境时候 这一些 聪明才智之事 就是这样子 在过日子 那大家有没有觉得 很有意思 好玩 其实心里面 也都是知道 日子不应该这样过 所以 软机 竹林七弦的软机 听说有一个地方 有个卖酒的小姐 长得好漂亮 然后她就跑去 晚了一个 小姐刚刚死掉 她哭 你又没看到你哭什么 她哭什么 她其实不是在哭这个 她从未谋面听说中的美女 她哭的是她自己 她自己什么 她年轻的时候 她有一番大的志向 她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她现在年长了 她现在进入了社会 她现在也有名气了 她能做事吗 什么事都能做 所以她只有难过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大家对于这样的情形 都有意见的 所以有几种人 第一种人说 整个问题出在于制度 这个制度 最不好的制度 最不好的制度 就是用人的制度 就是认官的制度 就是九品观人法 所以这九品观人法要改呀 不能够看你背景 不能够看你出色 要看你的表现 看你在植物上的能力 这种话有人听吗 当然没人听 还有一种说 你们都讲得太实际了 现在的问题 是在于基本概念 现在每一个人都觉得 说 反正 反正是这样子吗 人生 人生不过就是如此 万物 万物不过就是如此 你去追究 一切都是根源于无 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所以什么东西都是没一样的 什么东西都是没有价值 什么东西都是没有意义 所以这样的观念 害死人了 所以在观念上要调整 一切的事物的根源 不是无 而是有 我们要肯定一切事物的意义 肯定一切事物的价值 肯定对一切事物所做的努力 讲得好不好 讲得很好 有没有用 没有 陪为的从有论 从哲学上面分析 从历史上面举例 帮说明 我们的观念要变 没有用 没有用的结果 还有些人就非常清楚了 就晓得 这样下去 没有任何前途 这样下去没有任何前途 那怎么办呢 不要傻 不要陪葬 有地方走 赶快走 秋风一起 哎呀 觉得故乡的 僵尸剩余汤 特别美味 就回到台南 对不对 当然他们都是不会跨海到台南 什么 如鱼钻菜堂 是不是 就觉得 我就到家中去 有一个人 他的故乡 是在西北 是在敦煌 他临走前 就跟洛阳的铜骆驼 说再见 洛阳城里的铜骆驼 太阳一照 闪闪发光 他说 铜骆驼 再见 下次看到你是在一片经济之中 会见如鱼经济之中 但是还有一种人 这种人就是说 有官 为什么不做 有位置 为什么不做 有权力 为什么不掌握 有享受 为什么要放弃 于是 这批人 就在朝廷里面 于是 这批人 就在朝廷里面 一直过着 事情不做 但是呢 舍迷的享受 不断的 腐败的日子 但是不要忘了 这批都是 极其聪明 极其秀逸之士 所以 我们就看到了 西进朝廷的最后一幕 我们这个讲纲 最下名一行 西进的最后一幕 但是 他是参考阅读 没有作为指定阅读 重要原因 是 学其末了 不可以再加重各位 考试的压力 所以 如果说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八王之乱 到了最后 东海王月 东海王月 他晓得 在洛阳待不下了 他要回到 他的风国 回到山东的 东海王 这个地方去 他回去的时候 他把朝廷里面 最主要的武力 全部选过来 朝廷里面 最重要的官员 全部选过来 留给 晋皇帝的 晋怀帝的 就是 非常少的一些人 非常少的一些军队 他把这一个朝廷 带来就走 走的时候 后面就有人在追 这人是谁呢 杰人 石乐 石乐善于用兵 追上了 一战就把 司马月 东海王的 十万大军 都见面 整个西境 最后的朝廷 就落入了 石乐的手中 石乐就跟别人讲了 我创造江湖 已有时日 从来没看过这么多 这么漂亮的人物 那边就说 你想用他们是吗 有一点想 请问 这些人会替你做事吗 一定不会 所以 你好好地想一想 虽然如此 不可 加之以丰刃 这些人太漂亮了 这些人太精彩了 太帅了 我舍不得拿刀砍他们的脑袋 于是 起一片土墙 把这些人排在墙的前面 一身令下 土墙推到 全部压死 这是西境朝廷的 最后一幕 大家能不能够想象 能不能够想象 这么多的漂亮的人物 这么多的秀义之士 在石乐的一身令下 全部被土墙压死 西境的朝廷也就结束 好 我们讲西境 好像掉了一个东西 就是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 我们摆在这儿讲 最主要的原因 是八王之乱 前后十八年 对不起 十六年 八王之乱是怎么会形成的呢 最简单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说 西境他觉得 朝会为什么这么快亡 因为朝会太不重 重视中士了 所以西境一间国 就要重视中士 就要分封各个王 大国有兵五千 中国有兵三千 小国有兵两千 五六十个王 封出去 后来这些王 不安于国 想干于朝政 所以连接起来呢 作乱 所以就形成八王之乱 这个讲法 太过于简化 太过于简化的东西 都要小心 实际上的人事 不是这么简单 西境他真的封建 是为了 为了朝卫的历史教训 朝卫不重视 中士 他重视中士 所以他封建吗 应该不可能吧 因为在司马士的人的观念里面 司马士的人的心里面 常会不太像是我们继承的对象 不太像是我们要定立各种制度的时候 思考的因素 要学 要学的话 学周公嘛 学封建嘛 封江间分嘛 另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 大国有兵五千 可是八王之乱 一个王 一举兵十万 另外九万五在哪里 所以这个中间 也数目斗不起来 还有我们再看一下 当时的大臣们的上述 当时的大臣们上述 一再说 现在很多王还留在京城 这个很不好 既然封他们为王 为什么他们还留在京城 应该赶快把他们派到封地去 让他们到封地里面去担任王的职务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一个王住在东区 什么 信义豪宅 对不对 他被封为兰语王 他要去吗 他才不去呢 对不对 是不是 最大臣都讲 这些王应该去啊去啊去 这些王没去啊 所以全部就讲 秦统一天下之后 任何封建都是只存其名而无其事 最有名没有什么 所以八王之乱跟封建关系不大 八王之乱跟什么关系大呢 八王之乱跟宗王出正关系很大 宗王之乱跟宗王出正 司马是打败朝魏取得政权 不是说朝爽你把官职交出来 朝爽你把豪宅交出来 这个不是 真正取代朝魏是把朝魏的什么东西加以掌握 原来在朝魏手里的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你给我 军权 那么军权在哪里呢 三个主要的兵战 一个北方叶城 一个南方许昌 一个西方长安 三个大兵战 三个主要的军事基地 这个军队驻守的地方就叫做正 你说啊 正我们今天不是 这个地方上面商业繁荣的地方才叫正吗 这个是五代以后宋朝出现的事情 什么 景德镇啊 这些古代都没有的 古代这个镇就是大军驻杂的地方 所以 把朝魏的几个主要的军事基地 拖过来之后 让谁去负责 当然不让别人 当然让自己家里面的人 当然让司马寺的子弟们 所以这些子弟们就在夜就在雪上就在城 这些子弟们要干正 这些子弟们心里面有一些不逊之志 这些子弟们旁边一些人 想要借机揽权 想要惹是生非 于是他们带领大军出动 这一出动就是十万人 所以 八王之乱的形成跟西境分丰 关系不大 而真正原因在于中王出征 我觉得这一点 唐长如写得非常好 可是 如果说 我们去看一下 晋书的八王传 晋书把这八个王 全部摆在一起 晋书的八王传里面 他就讲到 说 为什么会有八王之乱呢 他说 封建的情形 有好也有坏 有的封建 这些封将见翻 果然能够屏蔽王室 有的封建了之后 这个封建的人 格聚之雄 然后造成天下动乱 这个都有 那么八王之乱 是哪一种呢 他觉得 八王之乱的造成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这八个王 太差劲 八个王里面 只有一个 长沙王义 还不错 其他七个王 通通不行 比如说 赵王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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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王伦还篡位 还知己 还称帝 赵王伦 树拥下 无智侧 不受智 孙秀 树拥下 平常就很差 拥下 无智侧 没有脑筋 不受智 孙秀 孙秀可以治他 孙秀是什么人 孙秀是在市场里卖马的 在市场里卖马的 可以指挥一个王 而这个王后来突然问 请问 赵王伦怎么会听一个卖马的话 除非这个卖马的 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跟赵王伦有一种 某种的关系 大家想想看 是哪一种身份 让赵王伦要听孙秀的话 什么身份 孙秀有一种什么身份 好 大家想看 孙秀有一种教主的身份 他是一个教主 赵王伦是他的教徒 所以赵王伦要听他的话 赵王伦要听孙秀的话 孙秀就是后来抢夺了石虫的筋骨源 石虫最喜欢的那一个女生 叫什么 绿珠的跳龙的 就是孙秀 赵王伦 当时启示的时候 不是启示 赵王伦掌权的时候 大家看到 他不像样子 这个人很笨 这个人没脑筋 这个人又被那个孙秀 那个奈马的在那边 乎来喝去的 大家就起来 起来的时候 他当然又组织军队 他的军队的指挥 他的军队的司令是谁 就是刘坤 为什么是刘坤 因为刘坤 娶的是赵王伦的姐姐 你说啊 那赵王伦失败 赵王伦被杀 那刘坤受到牵连 刘坤不会受到牵连 刘坤为什么没有受到牵连 刘坤为什么不会受到牵连 因为刘坤太帅了 刘坤会写诗 会作文 会弹琴 还会唱歌 这种人 其他的就是小事情 这是赵王伦 成都王颖 貌美 帅得不得了 神魂 不知书 不读书的 每个礼拜介绍一本 他从来不看 貌美神魂 不知书 这是成都王颖 帅得不得了 看起来像小白痴 其他的王也都有缺点 这两个是 这两个是最严重的 所以 禁书的八王传 最后就讲到 为什么会出现八王之外 最主要就是八个人太坏 除了一个之外 七个太坏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两种不同的解释 现代历史家的解释 就要解释出 有一个制度上的原因 过去说是封建 现在说不是封建 是封王出正 这是制度上的原因 传统的史书的解释 制度 它可以好 制度 也可以不好 所以真正出现了不好事情 这原因是人 好 我们中间选了一段 这段是八王之乱的虚取的部分 八王之乱刚开始的部分 是讲阳俊的部分 好像也不是八王之乱的重点 但是里面有几句话 我觉得挺重要 就是为了那挺重要的几个字 把这一段给列在我们的纲要上面 杨俊 杨俊 这个人也是 能力很差 他主持 因为他是太后的父亲 岩岁砖壁 中外多物资 大家都觉得 那个人 又言 又啰啰嗦嗦的 又自以为是的 冯须太守 孙楚 孙楚就跟杨俊说 他说 你今天是外妻 居医祸之认 医是医隐 祸是祸光 这都是当朝最重要 掌政的人 当以志工 成性 谦顺处置 老实讲 我就是为了这六个字 志工 心里面 要有 整个的 国家社会 你心里面 不能够有党派 不能够有集团 不能够有一些 我的人 他的人 这种看法 要志工 诚信 讲的话 一定要算法 讲出来的话 一定要执行 谦顺 总觉得自己没做好 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总觉得自己需要检讨 这样子才是 今天 中式强盛 你不跟他们谈 所以 所以你将来就完了 另外 有个 宽清 宽清 还是 杨俊的 外申 常常就跟 杨俊 台杠 常常就 以话语 侵犯 杨俊 大家就说 哎呀 你看杨俊 有这么大的权力 你 今天又批评他 明天又不赞成他 你很麻烦吧 快信说 杨文长 虽安 这个人是很笨的 但是还知道 人不可以随便杀 他顶多 就是不理我 顶多就把我赶走 如果我被他赶走 我可没事了 不然我会跟他 一起完蛋 我觉得 相信的话 也有点意思 意思是 要看清楚一个人 这个人是很笨的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呢 还好 他不会乱杀人 所以 不要跟他 太接近 不要跟他 有任何的 想法 最好 最好就被他 支钱掉 最好就被他 排挤掉 这样最好 所以我觉得 这一段话里面 特别是 志工 诚信 清顺 这个是 传统以来 为政的人 一定要 白 觉得 传统 传统的 长期以来的 认为 把事情 做得好 应该有着 基本态度 当然 你还得要有能力 当然 你还得要会 用人 但是 这个是 第二个 重要的 程式 好 八王之乱 你看我们讲 七国之乱 七国的名字 都没列出来 八王之乱 八王名字 也不必列 你光记得 七国之乱 哪七个国 八王之乱 哪八个王 是用 没有的 所以我们要 进入到 那一个 历史的情景 进入到 它们一个过去的世界 八王之乱 为什么会延续 你看看 简单的来讲 一个王 得事了 得事之后 他做几件事情 奖赏所有的官员 那些官员说 我什么事 没做 赏你 然后 向其他的人 遵循意见 大家有很多 利益来 来了之后 他有没有处理 他不处理 不处理 为什么 因为好玩 玩了一段时间 朝着乱七八糟 其他的王 又打进来 打进来之后 第一件事情 赏赐 第二件事情 征求意见 处理不处理 不处理 乱七八糟 第三次王再起床 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 所以天下就越来越坏 越来越坏 所以大家就感觉到 那中原要完蛋了 中原真正要完蛋了 主要原因 还是在于 胡族 好 我们下面看 胡族启示 五胡 我们在传统的观念上 都认为 它是游牧民族 其实 五胡里面 是有一些 各自不同的特色 属于游牧民族 是匈奴 以及匈奴的继承者 匈奴走了之后 北化大草原上面 继承匈奴的主人 贤卑 他们是有牧的 羌人 我们讲过 羌人在青壮告示上 羌人的生活 非常的兴奴 羌人有一块小小的农地 但是不足温饱 所以 每到秋天 羌人要去抢夺其他的人 不然就活不下去 这是羌人 贤人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 食乐 食乐是贤人 贤人是最特别的 史书上面虽然说 贤是匈奴的别种 可是贤人很不一样 贤人 他的相貌就不一样 贤人 他的相貌 就像我们所讲的 在西域的赛主人一样 他是生木 龙鼻 多虚 眼睛 凹进去的 生木 鼻子 很高 而且 大胡子 今天看来 就是亚连人 贤人 还有一点 他们是姓 仙教 仙教 仙教后来就是摩尼教 有光明左使 光明右使 那个叫 那么 杰人 所以非常清楚 他跟汉人很不一样 哪里来的 今天我们比较相信的说法 是匈奴人 向西边发展 到了接近中亚的地方 或者说在今天西域的地方 就把一些在西域的亚利安人 印欧民族 他们就带回到了匈奴控制的地方 所以汉人认为他们是匈奴别种 那实际上他们跟匈奴人的种族上面相去甚远 这是杰人 另外还有一个低人 低人跟他们很不一样 低人不游牧 低人是种田的 低人很会纺织 低人喜欢穿黑色的衣服 所以低人是一个善于纺织 而且是以农耕为主的这么一群人 有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 低人他们的祖先是狗 大家说 哦 他们是狗的后人 好像是很差劲 其实不是那么差劲 大家知道不知道 盘古开天辟地 那一个盘古就是狗 你说盘古怎么是狗 狗怎么会开天辟地 这本来就是神话 对不对 这个神话从哪里来 这个神话从南方来 所以有一种说法 就认为 低人 他们的祖先是盘古 是狗 他表示他们是在南方 然后他们逐渐地沿着今天四川 往北走 走入到今天观众地区 但是这种的讲法 很多学者不赞成 不赞成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孤正 只有一条资料 孤正 你看他写错了 你怎么办 不管怎么讲 我们知道敌人不是有母民族 所以这五族里面 哪一族的文化最高 理由是什么 哪一族文化最高 你说 匈奴啊 理由是什么 因为汉人接触得最早 可是不是哦 匈奴有些人跑掉了 对不对 应该是第一人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汉人 他们的生活习性是最接近 他们也是从事于农耕 所以这个是敌人 所以五湖是不太一样的 五湖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说这个湖人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大量进入中原 那我们就要看 什么时候中原需要人力 什么时候中原的人少了很多 而中原的那些主事的人 那些掌权的人 觉得我要发展我的力量 最重要的一个方式 就是增加我的人 可是你没有办法用自然的方式 为什么 太慢了 对不对 所以从外面找人进来 这个速度最快 请问什么时候 是无足大量入足中原的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中原人口锐健的时候 大概什么时候 大概什么时候 打仗的时候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打仗 猜猜猜 什么时候 猜猜猜猜没关系 什么时候 八王之乱太晚了 东汉末年 对 东汉末年 东汉末年 中原 残破 人口锐健 食不成衣 所以 这一些 德剧群雄 就要发展自己的力量 于是 于是 就 引入 不少的 输入 无人来到中原 他们 其实是 受到了 很大的 欺负 地方长官 对他们 很不好 地方长官 是什么人 地方长官 是从朝廷里面 派出去的 如果 派到地方上 他在地方上 表现 很好的话 他是不是 有机会 因为他的能力卓越 因为他的表现优异 他就被 再调回 朝廷 有没有这个机会 有 但是有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这个朝廷要很健全 才行 西京的朝廷健全吗 西京的朝廷一点都不健全 所以西京的朝廷说 某一个地方官 那地方官做得不错 那就留他在那边吧 那请问 什么人可以从地方上面调回 什么人可以 就是那种人 搬两亿 送进去 就是在地方上面 搜刮 在地方上面 勒索 弄了一大笔钱 去贿赂 朝廷里面那些人 拿人家钱了 就说某某人也不错 调他回来 问题是 这些地方官 他的钱哪里来 他的钱哪里来 有没有一些什么 大公司的老板 说你捐一点 你捐一点 政治现金 有没有 没有啊 他就从他统治下的老百姓那边压榨 他统治下面有很多就是 活力 活力很惨 语言又不太通 是不是 学问又很差 你完全被他压榨 另外 第一个上面一些豪强 对这些胡人 也是不会什么照顾 不会什么联系 不会的 所以胡人生活得非常悲惨 很多人都看到 很多人都看到了 胡人生活在绝境里 所以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哪里有大的压迫 哪里就有大的反抗 这谁讲的 谁讲的 这句话有没有听过 有听过啊 有听过就知道是谁讲的 真的有听过吗 一定是没听过 第一次听 但是说不是 有听过 谁讲的 干地 干地才不会 干地 谜底解晓 毛泽东 毛主席讲的 好乖 没读过他的语言 很多很多年纪 十几年纪前 那时候 大学有门必修课 叫中国通识 中国通识不及格 不能毕业 所以有很多 也不是很多 清雕两校 总有四五个人 就是因为这门课 拿不到毕业证书 怎么办 怎么办 就看暑期班 对不对 就是毕业了以后 六月以后 暑期来上课 来上课 上完课之后呢 就 考试及格给个学分 我那时就叫这个暑期班 每次上课 每次上课也有 大概四五人 但是选课的人经常不来 那来的人是什么人 来的人都不是选课 有的时候我就讲 我说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压迫 你们听过没有 一个女士说 听过 我说 啊 我很惊讶 我说谁讲的 毛泽东讲的 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笑起来 他说 我在武汉大学读了一年 他是一亲到台湾来的 他是电机系的 一个女生 他要不要这学生 他完全不要 他就是来听 每一阶段 他都来 我还要对他交易啊 后来 学期结束 我送他一本书 当时最红的 于秋雨的文化古旅 你们在国中时 一定被老师记得不过 对不对 他说 这本书我看过 我觉得不错 我已经买了好几本 送给我的朋友 所以我想着 你们没有听过这句话 但是你们要想到 西晋后期 无人的处境 就是在巨大的压迫之下 汉人都看到 他们看到了 他们在这么大的压迫之下 汉人就知道 他们会有很大的反抗 汉人就知道 这个问题极其严重 非要处理不可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在西元280年 这个江国卿 就写了戏荣论 到了西元299年 19年之后 江宏再写戏荣论 江宏的戏荣论 他第一部分就讲 胡人跟汉人生活的地方 是上天的安排 上天安排 胡人生活在哪里 汉人生活在哪里 他第二部分是写 什么时候 东汉后期 什么原因 中原残破 于是胡人大量进入中原 第三部分写 今天的胡人的生活 在贪官 在豪强的压迫之下 生活非常的坚困 第四部分写 这样胡人的生活 是不可能长久的 胡人必将其事 所以第五部分写 我们的对策应该是什么 对策应该是把胡人牵出去 但是这个工程非常的大 需要很多的费用 需要很多的人 但是如果不做的话 第六部分就行 将来胡人就会歧视 中原就会一片残破 这是江宏的戏荣论 江宏的戏荣论 为什么是历史的名文 不是说 哦 胡人在那一部 我们把它搬出去 不是 而且他整个论证非常非常清楚 一段一段一段 而且做了一个很深刻的预言 这个预言到最后被证实 这是胡人 所以 这个胡人一歧视 汉人就赶快走 汉人就赶快走 其实不需要等到胡人歧视 其实大家就看到 胡人江宏的启示 大家就看到中原必将残破 大家就看到大难已经来临 有办法的人就走 有办法的人走 当然最早有办法的 是社会上最上层 这上层的人就所谓 一关难度 到了南方 我们举一个人作为例子 这个人是中国历史上最美丽的男生 叫做魏杰 魏杰小的时候 非常漂亮 他的妈妈把他挥在车上 到市场去买菜 到市场去 一听说他来都不买菜 跑来看哦 跑来看 然后说 怎么这个小孩像玉一样 像玉雕的一样 当然他是很漂亮 可是他从小 他就有很多问题 从小他就喜欢思考 比如说梦是什么 他一问了这个问题 糟糕了 他就一直要问梦是什么 可惜那时候没有弗洛伊德 好来看解释一番 后来就来这个人叫约广 约广就跟他讲 梦有几个特点 比如说 一个人做梦 绝对不会 一个人的梦 绝对不会有 在生活习惯以外的东西 你不可能做一个梦 你就变得很小 然后进入蚂蚁窝里面 去看那个蚂蚁 怎么是 这个不会有 然后跟他做了一番解释 他逐渐就懂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人很漂亮 除了他长得很好之外 他非常喜欢用马鸡 可是他的身体不好 所以妈妈不太同意很多人 来跟他谈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什么梦是什么 这个梦 西晶后起 他就知道整个天下不行 他就跟他家族讲 我们要到内方去 先走到一个地方 当地的统治者是王敦 王敦跟他一谈大卫经 王敦说 以他的聪明 不在竹林七贤之下 大家看过 妙约的那篇文章 清台如今真是 就知道竹林七贤的地位 到了南方之后 大家一听说 魏寄来 魏首宝来 只要他一出门 万人空去 他就跑去看 有一次 他身体不太好 有点不舒服 非要出门不可 好多人去看 他总不能够冰奄奄的样子 给你看 他就强打精神 他就看 好帅哦 好美哦 回去之后 就太乱了 就死掉了 所以魏寄是被看死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 最有名的一个 美丽的人物 的美丽的死亡故事 不美丽 所以重点不是说 他长了一个动物 重点是 他为什么这么美 重点是 他是不断的在思考 他不断的在追求 所以这让他的外表的美 更增添了一些 非常高的气质 这个 我们举这样一个例子 来说明什么 说明东近 西近的末期 大家知道 中原必将动乱 非要离开 不可了 好 等到 中原真正动乱的时候 当然 历史就进入 另外一个篇章 我们就进入 另外一个学期 我们到最后 我们看一下 甘宝的竞技总论 甘宝的竞技总论 他就讲这个竞技总论 他说 金智新也 创机立本 异于先代 过去 你看 汉朝是怎么建立的 你看 朝魏是怎么建立的 西京都不是 西京是用骗的 西京是 西京都用一种 不振党 不挂眠的手段 弄来 朝寡 纯德之人 枪伐 不逆之老 封竹 迎辟 齿上 失所 万七八糟 学者以庄老为终 而出六经 谈者以上虚大 为辩 而见明俭 规规矩 认认真真 做事 被人家看到 太呆 行者以放作为通 而辞结性 近视者以狗德为贵 而逼居正 规规矩 都被人家看不起 随随便便 那七八糟的 都有创意 当官者以望空为高 而笑 请却游是 毁于乱于 善恶之时 情逆奔于 获于之途 选者为人则官 官则为生则利 世俗归去子弟 灵脉超越 不居之词 为人则官 你是什么大家族 把你选 当了官之后 不做别的事情 就替自己 好处 所以 这样子乱七八糟的结果 悠悠封城街 奔进之势 列官千百五 让贤之举 离法阵循 于此大坏 脖子将亡 本必先颠 其此之会 所以 肝宝已经看 这个整个 肠带 悲狂不可 好 我们好像还有一分钟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下个礼拜考试 好 我们今天就到这 好 by bwd6